阿蘇阿伯 我請 我請 台上舞者一開場 搭配聲光音效 帶領觀眾進入超越想像的世界 基隆歌手舞斯愛上場 全身華麗裝扮 嘹亮歌聲 震撼全場 基隆藥塞司令部整修後 特別量身打造三海之光藝術表演 結合扯鈴 古道 燈光及投射等元素 堪稱具有國際水準 結合這座古蹟所打造的一個現實 現地的一個演出劇作 我們的演出陣容包含了 武林劇場的演出藝術家 以及基隆中正國中民俗班的同學們 首度同時登台 他也象徵了我們基隆 一個美好的生命 在這座歷史古蹟當中 重新綻放光芒 同時我們的燈光設計師 燈光藝術家 測客堅老師來自基隆 那他也跟我一起創作 我們一起將這座建築物 打造成一座會呼吸的古蹟 他今晚將結合武林劇場創作的 三海之光 來共同演繹這場在古蹟中 我想非常難得的一次共享的演出 表演結合專業的扯鈴舞者 及中正國中民俗班學生 一同登台 精湛演出 讓台下觀眾一寶眼 以前沒有那麼開發 以前他是不能進來的 對 現在很好啊 這樣子我們也有多一個地方 可以走動 有跟以前 當然做過了 當然是差別比較大 然後以前黑黑暗暗的 現在把它整理得很乾淨 金融市長林歐昌親自到場 聆聽這場具有國際水準演出 他強調 藥塞司令部過去是民眾 難以進入的地方 經過整修之後 就是要將空間還給民眾 我想今天充滿了 滿滿的一個感動 在我們的藥塞司令部 有這麼精彩的一個展演 融合的燈光 還有歷史建物 以及特技的一個融合 我想在金融從來沒有這樣的演出 剛剛很多的營友民眾 大家看得非常的敬驗 我也向大家宣誓說 在這個藥塞司令部這個地方 會從過去的一個軍事戒嚴 然後一個非常威權的一個場所 未來會變成是金融的新地標 也會變成是我們孩子的新樂園 那這不只是屬於我們金融人 還有金融孩子的一個原地 未來也希望它成為我們台灣 在文化跟歷史空間的一個 再造使用上的一個新的成果 以及新的一個典範 透過修復完成的古蹟群 重新將歷史文化連接日常生活 在全新創作的山海之光下 再次展現有別以往的新風貌 帶給觀眾視覺和聽覺的最高享受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道 好 爆戰 谢谢观看